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心里都有好多的遗憾 希望暂时离开的姐姐们还能够杀回来 也有人说公演现场观众这么投票 那么那些不够爆的姐姐就很吃亏了 更有利于很有知名度 加入节目自带爆点和热搜的姐姐 可是我觉得至少这三期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姐姐都有更多可爱的侧面被展示出来了 很爆姐姐们自然有他们的迷人之处 但是在节目里边看起来受了挫折的 面临考验的安安静静努力的姐姐 也让我发现了新的一面 不够爆也有他们慢慢成长的圈粉力 是了成长中的姐姐也可以更让观众有代入感 有共鸣 难怪黄小明说姐姐综艺也是养成戏 海露青铜小可怜也让我共情 海露不是那种爆款姐姐 甚至进入到训练的状态之后 反而被观众换作了青铜小可爱 因为被迫去唱歌的她真的不太会 但是没有想到这样的海露 就是因为真实的很努力 让观众看到了成长 反而是很招人喜欢的 一开始 海露其实是领了最会挨骂的剧本 出界面的环节 她是尴尬的制造机 一紧张就开始自我吐槽 上了年纪了是吗 被剪出了冷场的效果 很好笑的是 海露说完这句话的表情如下 我的社会性死亡时刻 社交场里边 海露更是实力诠释了 不会社交到底有多尴尬 大家打招呼都越过了她 看到她就像是看到了 不会跟人打招呼的我 排练的时候 海露又变身成了 泪点担当 因为觉得自己实力不够 会拖大家的后腿 于是眼泪哗啦啦的流下来 别人上热搜都是什么 姐姐好美好诈啊 到海露这里呢 最早上的一个热搜就是 尴尬 有人说这是海露不适合演综艺 但是也有人说她的尴尬 她的泪水都好真实 我们普通人就是这样的 一开始啊谁都没有想到 这样的海露能够因为 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 就被抱转了几万条 还会成为了最近最火的 网络流行词 可见真实啊就是最可贵的了 这种真实的微妙 比精心计算的人设 都要更容易动人 看了姐姐们的宿舍日常 也觉得海露其实性格很好 跟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相处 吃饭的场面 相互喂龙虾什么的都很温馨 海露呀也不回避 自己不会社交的这个弱点 直接承认了自己不太会跟人聊天 但是她也心态很好啊 说了以后努力展示闪光点就好了 还会自黑自己说话 引发尴尬 嗯长点心吧 而且好多人都通过了这个节目 发现了海露还是挺适合女团装的啊 也算是某一种养成吧 看到了昔日小子卫的不同侧面 也是通过了这档节目 很多人才第一次的知道了 海露是从小就喜欢跳舞的 而且她尝试的舞蹈风格 还很性感呢 在车上都能够随时踢腿 但是谁能够想到 奔着跳舞来的海露 被分去唱歌了呢 都是因为华女士啊 海露在第一集里吧 看起来是需要长点心 但是其实啊 她的性格很温和 也很努力地学习唱歌 融入到集体 她们这一组感情特别的好 平时说说笑笑 一起进步的 不管多少岁 海露的身上都是有着充沛的感情 认真表达出来 那么就很动人了 几个姐姐交流什么是beautiful love的时候 海露谈到了自己的妈妈 虽然自己总是被妈妈担心 但是也在努力成长 希望可以保护妈妈 这种诠释也让beautiful love的含义更高了 也涌动着一种来自于家庭的女性力量 海露很容易哭 但是她的泪点都是真实的 所以让观众特别容易共情 觉得她是感情丰富的可爱女孩 共情力很强的她 也会非常的珍惜其他的姐姐 常常向其他的姐姐们 头绪深情的眼神 听着姐姐们的故事 还会被感动到不由自主的落泪呢 泪线发达这一点真的好滋味啊 海露跟姐姐们在一起超级软昧的 还会抱住万倩的腿 好像是熊猫抱腿撒娇的表情包 而像万倩这样包容她的姐姐 也提供了一个温暖的视角 观众也开始代入到了姐姐们的视角 开始觉得她是小团宠了 所以各种的小细节加在一起 普通女孩更能够带入到海露的身上 可能我们普通人不会像张雨琴那样 做什么都炸 也不会像宁静那样的有气场 但是哪怕微小的情绪 也是我们真正的内心 只要做自己的最好 就是进步和成长了 就像海露努力唱歌一样 叮当铁背女王在出道 像姐姐里边一开始最惹人心疼的叮当啊 就是不断的成长 乘风波浪的代表 她的职业生涯也是很有意思的 出生于嘉欣的她 签了台湾的公司 在台湾能够做到小巨蛋演唱会上座率九成以上 她还是Dawosi新马版的导师 在东南亚的市场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也是因为签了台湾公司吧 错过了内地市场的发展机会 大陆的歌迷反而会觉得叮当的曝光有点少 是不是歌红人不红呢 还会给叮当留言问 她现在在干嘛 一个嘉欣女孩闯荡竞争激烈的台湾音乐市场 并且能够得到认可 在当年呢 是很令人骄傲的成绩 但是叮当在有了代表作 开拓了很多同行 没有的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市场之后 当然也会想要回头告诉内地的歌迷 自己一直都在唱 她曾经在内地版的《蒙面歌王》不露脸 就用歌声惊艳了大家 去年出道11年的叮当 在家乡浙江的节目里边 用新人的姿态出现了 只要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认识自己的声音 叮当都愿意努力尝试 曾经的她单打独斗 去台湾发展需要勇气 现在的叮当 再一次带着重新出发的勇气 乘风破浪 在集体生活里边 做厌恶上面的队长 也在渐渐的习得全新的技能点 而一项以好歌手行走天下的叮当 早就是做党师的水平了 叮当的歌唱实力是有无共睹的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边 初登场的叮当 本来是想要用实力告诉大家 自己一直都在唱歌的 没有想到因为唱歌太好被评低分了 引发了全网一起为他们不平 接下来就是随唐测验的第二集 叮当又因为稀里糊涂的当了队长 碰到了最难分词的组 组内的几个姐姐都过于有主见了 本来应该听队长的按部就班分词 但是却病成了叮当不断的被打断 然后又不停的被其他人指排任务 面对这么多的意见 叮当也挺心累的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分词不清也直接影响到了后面的排练速度 直到随唐测试前都是一团乱的 到最后叮当也是忍不住沮丧了 看到这里就想到我们自己做分组作业最乱的时刻了 太有痛苦的代入感了 有人开玩笑说 这节目不是小名利险记 是叮当利险记 对于叮当这一次苦恼的队长之旅 网络上面有两种声音 一种说他不适合当领导 队长就应该硬气一点站出来 可是叮当的性格太软了 容易逃避 他总是憋着不说 也客观上面暂悟了进度 另外一种声音则替叮当抱不平 因为一开始叮当也是有出来主持的 可是场面就是大家千嘴八舌的 叮当说一句 大家又要插一句 那叮当怎么当领导呢 但是其实我觉得 至少节目里吧看得出来 叮当也从一开始的手足无措 到努力面对 从来都没有过团体生活的他 也在慢慢的适应和学习当中 随唐测试之后 大家敞开心扉来交流 叮当在明确自己的队长职责之后 马上引领大家分辞了 当有人打乱他的时候 他会坚定的说都听我讲 虽然比起其他队伍是迟不少了 但是对于叮当和团队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而看姐姐们集体生活 也找到看到叮当私底下 对自己有多么的严格了 所有人都吃夜宵的时候 叮当就是能够忍住不吃 并且还一旁滚炮没轴 所以铁肺割后是天赋 也是自律的结果 我也要向叮当学习 从新一集当中的叮当表现 也能够看出来他的成长 一开始他的表情都是谨慎 怕得罪人的 经过了队伍不断的磨合之后 再拍到他的表情 就已经变成是舒展自在的了 当表演结束 得知队友要离开的时候 叮当流露真心的不舍 也在检讨自己哪里做的不好 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成长的一刻呀 吴欣 这次他每句话都能够把姐姐们集结到一起 总能够挖掘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吴欣在这档节目里吧 也意外的获得了好评 观众终于发现 这么多年过去 吴欣也是长大了 过去他给大家印象呢 就是说在快本主持团里吧 存在感不够 上生活观察类的综艺呢 又不够突出 在吐槽大会里吧 他又被弟子的也是这些啊 而从姐姐的第一集开始 不争不抢 只在关键的时刻发声的吴欣 反而显得很有用 很多人都说 这次啊 真的get到吴欣了 第一集里面 沈梦成想到了 让大家领数字 来安排出场顺序 免得尴尬 但是一下子安排30个 那场面就有点欢乐当中 夹杂着混乱了 这时候呢 吴欣及时的说出 时个时个来 到底还是主持人呢 基本的流程一时也到位了 当时弹幕呢 都在说 姐姐们里边还是需要主持人的 当大家都很累很困的时候 吴欣选择了 负责收尾工作 让其他姐姐们早点表演 早点休息 第二集 Everybody的分组过程是修罗唱 但是一团乱里面啊 吴欣都一直在飘翘咪咪的尝试着 挽回一下秩序和进度 排练的时候 张雨琪说 叮当唱不出来 想要跟叮当一起唱 观众 嗯 很多问好 叮当怎么可能唱不出来呢 张小雨你是在想什么了 大家面面相讯 然后吴欣呢 是及时温和的 阻止了这个危险的想法 说叮当只是排练阶段保护嗓子 而在随堂测评结束之后 这一组的复盘依然是七嘴八舌 说啥子都有 镜头啊都没有怎么拍到吴欣 但是吴欣的声音呢 一直都在挽回这个场面 建议叮当不要把意见避在心里 实在不行呢 可以跟老实说 复盘结束之后呢 黄小明去安慰叮当 吴欣这边呢 则是趁着吃饭 主动的给其他姐姐做工作 建议队长说话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发表意见了 许非说我们这一组的话不太认真 黄胜依觉得自己很认真 还说相信大家都是认真的 这个时候又是吴欣出来原场了 顺着我们都很认真说 对 话锋一转就说 我们会给别人一种不认真的感觉 因为都在瞎喊 嗯 大实话啊 弹幕已经开始发 要是没有吴欣该怎么办呀 黄小明终于把叮当带回来之后呢 吴欣看到叮当就喊 我们商量好了 以后您一说话呢 就举手大家都闭嘴 暗暗的配合黄小明的这个心理辅导员的工作 叮当啊也立刻就笑了 于是呢 吴欣也顺理成章的接过了队长助理的工作 帮叮当维持秩序 而且这个时候 吴欣说完了又给叮当开始拆饭盒了 啊 开弹幕呢 就能够感受到吴欣这一段有多么的拉好感了啊 他很清楚之前的情况 也能够把握气氛去帮助实力唱将当队长 团队当中的吴欣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在公演结束之后呢 也明显感受到吴欣变得更加坚定了 舞台表现是自信的 欧阳明念出观众的灵魂拷问很刁钻 你问过杜海涛你和沈梦辰他pick谁吗 吴欣的答案呢 就是说我们是婆媳关系 杜海涛啊还是先把我们都拖到最后吧 哎 吴欣现在真的很机智嘛 公演过后 落败的姐姐们都把低落写在了脸上 可是在以往的综艺里吧 容易情绪低落的吴欣 这次呢 却变成了鸡汤的担当了 说了一段很能够概括节目中心的话 不在意结果 珍惜自己勇于挑战的勇气 继续乘风破浪 这次节目对于吴欣来说 是一次锻炼和成长 希望对于他以后的本职工作也会有助力吧 对于我们观众来说呢 也是多了一次认识他的机会 成长在舞台上 也在舞台下 追了姐姐这么长时间 我反而会对这些成长当中的姐姐们 特别有兴趣 很有耐心看他们的一个转变 很爆的姐姐气场全开 令人向往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更像是另外一些姐姐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掌控全场的 有时候我们会像叮当一样 做一件事情而不擅长另外一件事情 像他一样会碰上胸闷时刻 也会像无心海露一样 总是离最好差一点点 可是人生这场比赛还远远没有散场呢 能够不断尝试突破自己就很好了 就像姐姐们在节目当中努力着 展示自己的真实 不为自己设限 碰撞出了无限的可能 姐姐们的成绩不在于是不是能够拼到最高的人气 而在于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更能用真实的自我脚踏实地的成长 寻找更加广阔的天地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